在原民传统社会 狗不仅是家中成员 更是狩猎好帮手 不过有村民指出 如果没有好好管理犬只 除了影响环境卫生 严重可能危害人身安全 我们原乡的地方 因为跟狗是比较有感情的 所以我们山上的狗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狗太多 然后都不好好的管理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部落里面 生活的安全或者是环境的整洁 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为了帮助族人正确饲养宠物 新银乡公所邀请家处疾病防治所 举办宠物照护讲席 家处疾病防治所指出 若要带狗狗出门 务必使用矫正棍 预防犬只嘴咬路人 犬只尽量避免让他自由在外面游荡 那如果说我们家户的犬只 偶尔你需要说他在交互周边 看门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矫正棍的一个方式 勾在他的项圈上 那预防他去追咬路人 所长提醒矫正棍可以叫轻的水管替代 给犬只佩戴矫正棍时 一天不超过两小时 以免狗狗前脚被矫正棍磨破皮 但也呼吁民众自家宠物务必好好管理 不要放任宠物在外游荡 避免造成环境及安全问题 原自新闻 昏迪南投信义采访报道 概念来吧